為了才華法呢 藍綠又爆發了衝突 那我們來再看一下 這個小學生打架法 來來來 大家來看一下 這個我太喜歡這一幕了 主席沒有那麼大 沒有照會議程序的 安徹議員規則 國民黨在抗議說你沒照會議程序 然後這時候你看郭國文在看什麼 他在看前面 那沒東西他在看什麼 然後他在看一個案件 國民黨委員 請讓官員進行業務報告 不是要開會嗎 安徹議員不是要開會 請讓我們的郭秘書長進行業務報告 按照議事規則 會 會 會處理 會處理 請按照議事規則 請按照議事規則 按照議事規則 國民黨 是誰在按消音啊 郭國文在 郭國文一次招委他指誰按 來 國民黨委員 請讓副秘書長來發言好不好 請尊重主席 議事程序 是主席決定的 公安A有沒有I 對不對 對對對 議事程序 是主席決定的 超級 壞處理 壞處理 提案要處理 提案要處理 主席按照議事規則 請問議事規則 確認議事規則 請問議事規則 來進行業務報告 哈哈哈哈哈哈 到底在幹嘛 我快播了 請按這個議事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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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候陳玉珍加進來 然後郭國文火氣就更大 繼續按 請按這個議事規則 這按很久耶 提案要處理了 請按 怪哥 他 民進 國民黨委員 看看 國民黨委員 不是要開會嗎 我們先讓國華會 還在喔 戶密署長 進行業務報告 他已經毛起來 連打喔 對 還在按 哈哈 連打連打 怎麼會那麼幼稚啊 快瘋了 請各位尊重主席的才是 好不好 還在 請全力提 好啦 對他們繼續按 好啦 OK 這真的是讓人家非常傻眼喔 都不知道在幹嘛 這 過去應該也沒發生過吧 這樣的方式應該是沒有 這應該是歷史第一次了 杯葛議事進行 那當然就是各取所需 或是突發奇想 然後發揮一些創意啦 你可以看今天 我覺得今天 不斷的大家有一些那個效果 自說要確定 尊重議事規則 對 在當喊的 沒錯啊 就是要尊重議事規則 因為按照今天的議程 他說 按照賴迅然的說法是說 讓官員報告 的確啦 可以讓官員報告 可是我們知道 我們在立法院知道 在一個會議開會 委員會開會之前 你要確認上一次 委員會的 確認議事錄 對 你要完成這個程序 你才可以進行下 就接下來的一個程序 所以 國民黨這一次 他就是要確認 上個星期三 就是那個 財劃法 送出委員會的這個部分 要獲得確認 那看起來就今天就是 民進黨招委 就有一些看 可能用技術方的 技術方式的方式 去做一些杯葛 他等於要作費上次的 那一個送出招委 對 因為你還是要完成議事 確認議事錄這件事情 那才是整個程序是完備的 然後後續才會進行 今天財委會的一個議程 那他就卡在前面這一關 所以他故意不要讓這個案子 能夠就是完備程序 不過你看他不斷的有委員要提要 在一黨委員要提案就是要表決 或是什麼樣的方式 然後按照民進黨的方法 他就是把後面的讓官員要報告的東西 先拉到前面來 可是按照議事程序就是不行 你要先確認議事錄 好沒關係 確認議事錄 你有意見 民進黨有意見 沒關係 國民黨這邊有國民黨堅持的部分 那立法院幹嘛 比人頭 對 比人頭就表決 那在信員也不 不讓大家進行表決 所以就一直耗在那邊 才會有發生這樣 一直按一直按 然後整個又是一個民進黨 一個在立法院的鬧劇 另外一種形式呈現而已 這真的很糟糕 那等於是實質意識癱瘓了 意思是這樣 看起來是這樣 不過看起來不知道 因為立法院的確也是一個合議制 那現在聽說是不是就送到草野協商 因為本來就是要送到草野協商 那個有一個月的冷凍期 那現在要確認的部分是說 這個議事錄的確認有沒有完備 沒有完備還能不能送去草野協商 我覺得這個問題並不大 就是因為立法院的確就是人頭制 人頭制的情況在野黨人數比較多 那最後就是在草野協商進行後續的一些處理 那今天這個當然可能 民進黨上面應該也只是一個態度上的一個表示 對 讓大家好玩啦 反正大家打電動就這樣一直按嘛 就是這個 讓我們做新聞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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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條你們今天有做嗎 一定有啊一定有 這真的太誇張了 我今天是沒上班啦 可是這個ABC一定會做啦 這真的 我就看那麼久立法院第一次看到 就是他們現在也不敢打架了說真的 所以他們現在開始搞各種找查 譬如說偷開門啊 對不對 然後呢把門關起來 鎖住 鎖在裡面啊 鎖在裡面啊 然後 對不對 各種招式現在開始新招式狂按 這個 創意無限 這如果說 這可以送紀律委員會了吧 因為你本身不是主席 你去按主席的消音鍵 你本身違反意識規則權利 上次那個吳秉瑞摔麥克風 就本來就想要送紀律委員會 那為什麼沒送 我覺得可能還是有一些 朝野要進行 還是和諧啦 有人提案要送 送啊 我是贊成送啊 對啊 可是 國民黨可能有國民黨的想法 軟啊 最後是沒有 國民黨真的要硬起來啊 你不硬起來 你其實選民越看就越覺得 啊他囂張 因為你看 吳秉瑞那個動作 跟你看現在郭國文 再加上那個 那個鍾嘉賓 這三咖 我在財政委員會這次 財政受制劃分法 這三個人 我表現的實在 那個那個動作 呃 我覺得我們等會可以談啊 我覺得那個就是造謠警 這個反映出這個 呃 因為財化法這個攸關到地方選舉的 對 那個地方首長的財政收支權嘛 就是他的那個 有沒有錢可以使用 那這三個人現在也沒有機會選 對 那乾脆就亂嘛 我覺得就這樣子在亂嘛 不如用這樣來求官 第一個亂 然後第二個 我覺得發洩一下情緒嘛 那 他們是真的有情緒嗎 對他們有發洩情緒 發洩情緒不一定發洩在在野黨身上 那蘇菸是發洩在自己職任黨上 因為我不能選嘛 對 那你看初嘉賓他一直想選屏東 那這次也選不上 不是選不上 沒有他的機會 不給他啦 沒有他的機會 然後那個吳秉瑞更好笑 然後那就是那個初角會的關係 對 所以他也沒辦法選 他也不能講話 對啊 自己書戲的啊 對啊 所以一股氣怎麼辦 早在野黨出發洩一下 其實他不是沒有過機會耶 可是他自己搞掉了 對啊 他有啦 他有 可是 可是最 怎麼辦 你蘇貞昌的女兒要出來選 你怎麼辦 你一定要讓啊 對不對 啊 這你當人家家成 不是就早就知道的事情了 難道 那氣啊 氣在心裡啊 那看你國民黨的 表面上還是要恭恭敬敬 看到 看到巧惠還是要巧惠 我們絕對立庭巧惠 巧惠洗了 然後我看到麥克風 就一鼓氣就開始炸 想到自己 想到自己的悲涼感 然後還炸到吳思瑤 什麼 吳思瑤就一手黑痴 那個很大力 非常大力 很痛 因為我們從畫面上可以看到 他馬上打完了以後 手就這樣一直敷一直敷 後來現場的立委有看到 說整隻手是黑痴的 所以蘇小 那個吳思瑤最近都穿長袖這樣 被家暴的婦女 這可以送那個了吧 送這個 這個姓評會了吧 姓評可能要當事人吧 這個暴力 尊敦女性 我不知道 其他的人有沒有公平正義之事 來幫忙他 提到那個姓評會處理一下 姐妹們從煩惱臉上細紋 乾燥與暗沉 現在請跟我一起放心交給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它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大肌膚彈性水嫩 輕鬆扶平皺紋 換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 國父路全校精華 精華霜 即刻啟動動靈密碼 遊戲 想萬一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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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二 seven 二 二 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